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菜品确定不下来 准备打个电话 和刘爽一起商量 手滑戳进了朋友圈 看到他新发了一条动态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维练文斌 后面还配了一整排轻逆的亲吻符号 甜逆的逆外劲冲破屏幕 看上去还挺让人感动 可问题是 我的名字里没有文斌二字 倒是刘爽新招进来的秘书叫文斌 所以 还在出差的未婚妻对别人表白 我看着红礼单上的订婚席面 大脑一片空白 手机里陆陆续续收到朋友发来的消息 他们纷纷言语我们小情侣真会玩 这大冒险完的 今天不给我们撒狗粮了 群里开玩笑似地调侃着 也不怪他们这么想 熟悉的人都知道 我和刘爽七年爱情长跑 从校服到西服 一直恩爱甜蜜 从未红脸过 刘爽是个极度迷恋我的恋爱脑 当初是他追的我 确认关系后更是细致贴心 这些年想要勾搭他的音艳艳也不少 可刘爽通通无事 只一心一意和我牵手 说不定里面有误会呢 我深吸着气 拨通了刘爽的电话 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 谁呀 一道陌生低沉的男人声音传入耳畔 我心一瞬就凉了大半 刘爽向来注重隐私 平时身边连志工蚊子都没有 而现在却让个男人碰他手机 仔细一听 那边似乎还有嘻嘻啦啦的水声 刘爽呢 把电话给他 我掐着掌心 勉强维持着一丝冷静 你找刘总啊 不好意思 他现在不方便呢 有什么说给我听 我做主 对面轻责了一声 语气很是嘚瑟 我被彻底激怒 几乎是吼着嗓音 听不懂人话吗 让刘爽接电话 哟 哪里的疯子 也配合刘总谈话 对面发出一声嘲讽的吃笑声 语气轻飘飘 脑残小说看多了 以为闹点什么 就能引起注意纠缠勾引人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活脱脱的笑话 高高在上的主人翁姿态 直接把我气猛了 我哥正牌未婚夫 被当作是小三 真是离谱到家了 可不等我继续质问 那边就自顾自把电话挂了 等我再打过去 号码已经被拉黑 微信也被丢进黑名单 火气蹭了一下就上来 我放下菜单 离开店快步上车 油门一脚踩到底 刘爽到底是在搞什么猫腻 我非要弄个明白 如果真的 憋着口气 我直接开车来到刘爽出差地 恰巧住的是我家投资的酒店 抵达时已经是傍晚 天色昏暗 我攥紧手里的万能卡 直接刷到顶楼的游泳池 一路上的怒意随着电梯的上升 而急速膨胀 酒店经理透露 说刘爽吩咐人包场 那么暧昧的地方 他要是赶完泳池play 死定了 深吸着气 我踏出电梯 刷卡进去 远远就听到 里面喧哗的嬉闹声 我直接推开门闯进去 积攒了满肚子的气氛正要宣泄 却看到泳池边是眼熟的十多人 他们都是刘爽手底下的员工 此刻正诧异地望着我 我一下愣住了 站在门口没动 视线一扫 一下注意到了 坐在泳池边上的一个男人 大家都穿着衬衫正装 唯独他一身低腰游泳裤 露出白花花的胸膛在外面 手上捧着的香奈当季新款外套 很巧 上周我刚给刘爽买过 他也注意到了我 皱着眉心挑剔打量 阿晨 你怎么来了 刘爽恰巧从旁边的换衣间里出来 见到我食眼一亮 毫不犹豫地掉头朝我走来 忽然一道身影硬生生插进来 这位先生 这里被我们包场 阿猫阿狗可没随意混进来的资格 说话的正是那个穿泳裤的男人 此刻他巨傲仰着头 满脸不跃瞪向我 很陌生的一张脸 却是电话里那个挑衅的声音 我去过刘爽公司很多次 对员工的信息了如指掌 只有上个月 刘爽向我抱怨的新秘书 没见过面 叶文斌 刘爽新招进来的秘书 就是他了 舌尖底在下颚 我懒得理会他 转而望向刘爽 淡然这语气 刘爽 你告诉他 我有没有资格 阿晨 你再开玩笑吧 你要是没资格 那谁能有 刘爽先是愣了一下 进而笑出声 似乎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这么问 还直接笑倒在我怀中 我面无表情回望 刘爽这下慌了 阿晨随后茫然地眨巴着眼 对了 你怎么突然开车过来了 是不是累了 我陪你去楼下房间休息 可不能把我家阿晨给累到了 说着就要拉着我 带我离开 还不越过那个叫叶文斌的男人 连个眼神都没上 刘总 大伙都还在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在看到我和刘爽 尸指向扣时 叶文斌脸色明显黑了一下 却还是僵硬着笑 挡在面前 合作的张总马上就来了 这样不太好吧 刘爽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像是才发现叶文斌的存在 皱眉了许久 道 叶文斌 你怎么穿成这样 叶文斌的眼下亮了 这条泳裤的款式 我选了很久 刘总 你喜欢吗 叶文斌 你脑子进水了吗 刘爽一下沉了脸 语气冰冷道 我们一会儿还要和客户谈项目 你穿成这样 是想让人家以为 我们做三陪 带着公司全员上法制栏目吗 叶文斌的笑 直接僵硬住 总秘书重病请假 你自告奋勇接替工作 可勘谈都做了什么 刘爽却有嫌不够 继续冷面斥责 错误安排导致谈判场地被人订走 让你预定房间也能缺金少两 你是对家派来的 想要整垮公司的吧 还有脸笑 你怎么笑得出来 周围响起议论声 刘总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真是受购叶文斌 干啥啥不行 拖后腿第一名 就是这里就他飞穿泳裤 尴尬死了 也不照照镜子 连个腹肌都没有 吸狗有什么好炫耀的 话题中心的叶文斌 接叶巴巴 我不是故意的 刘爽姐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他扫红了脸 眼睛却巴巴地看向刘爽 刘爽姐 关系很亲密呀 我淡淡地瞥了眼刘爽 后者慌乱了 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姐姐的 你生活不能自理呀 他转身拉着我的手紧紧不肯放 阿诚你别误会 我妈和他妈是老朋友 安排他进公司的 一切和我无关 我的心里只有你 你是知道的 表安中心立马让叶文斌滚 表情冷漠 赶紧去把衣服换了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你的业务水平能像你的小心思一样优越吗 不加掩饰的嘲讽 让叶文斌脸色刷白 亮腔地离开 刘爽这才长输了口气 问我 老公 我表现得还不错吧 我哼了一声 掏出手机截图递给他 斜眼 你自己看看刘爽不明所以的结果 两秒后 他脸色刷的一下变了 眉心紧皱着 随即又硬生生把这股怒意给压下来 阿诚 借你手机一用恰巧此刻叶文斌换好衣服 从房间里出来 所有人都不许离开现场 刘爽冷眼盯向骤然慌乱的叶文斌 一字一句说道 报警 捉贼 警察还没来 就在酒店经理的帮助下 在更衣室叶文斌的衣柜里 找到了刘爽的手机 在亲眼看到朋友圈里 辣眼睛的表白和信息时 刘爽脸都黑了 原来叶文斌不止拉黑了我 他还骚扰了刘爽社交圈里 大半的男性客户 刘爽从来不涉索平密码 他是这样说的 我做人光明磊落 不怕人查 因插阳错下 倒是让叶文斌捡便宜 他发些炫耀性的言语 阴阳客户们中年发福 大富便便 还警告他们不要对刘爽产生情感 气得那些男性客户 直接发语音标赃话 这些都是他这么多年 努力积攒的人脉资源 全打水漂了 最觉得是刘爽今天 约了见面的那位张总 被讽刺的直接说取消合作 估计是不长脑子的叶文斌 以为张远是女性 殊不知对方是个皮裙高跟鞋 气场一米八的女强人 怪不得张总迟迟没现身 刚才我找人还直接联系不上 原来都是你叶文斌搞的鬼 刘爽气得浑身发抖 刚才我的手机不见了 还让大家一起找 你倒是好 直接私藏 疯了是不是 我只是开了个小玩笑 又不是故意的苏文斌撇着嘴 表情看上去很是委屈 刘爽姐 你好凶 都吓到我了 刘爽 刘爽看起来似乎要气炸了 看那叶文斌的眼神 就像注视个智障 我在旁边都惊呆了 万万没想到 叶文斌是这样的货色 别说是当对手 多看一眼都掉价 我摇摇头 招来公司其他同事 让他们赶忙去补救 再耽误下去 刘爽这几年的心血 就全败废了 一番折腾 总算补救了不少 由于这些年和刘爽合作 都还算愉快 不少客户也表示理解原谅 至于张总那边 我特地去解释说清楚 苏家和张总也有合作 看在我的面子上 张总才消了不少的气 饶事如此 也花费了大家不少的精力 不少员工已经面露背色 刘爽挥手让他们去休息 见事态似乎平息下来 叶文斌又开始不安分了 刘爽姐 小时一桩而已 现在事情都解决了 你就别生气了 我还不会游泳呢 你教我游泳好不好 刻意压低的气泡音 刺得我太阳穴发疼 当我面勾我女人 真把我当死人是吧 我双手抱胸 瞥了眼刘爽 眼神暗示得很明显 你惹得或是自己解决 刘爽满脸不耐 他冷笑一声 好你个锤子 叶文斌 你该不会以为 我就这么轻松放过你吧 话音刚落 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身穿制服的警察有序进入 严肃询问 是谁报的警 是我 刘爽立马应声 他指着满脸呆滞的叶文斌说道 他偷走了我的手机拒不交还 还盗用我的信息损害公司利益 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商业间谍 把他带走吧 叶文斌傻眼了 叶文斌是被警察依法带走调查 走之前还不甘地喊道 刘爽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警察你别带走我 我们都是认识的 朋友而已 刘爽姐 你这样对我 怎么对得起阿姨 她猴得撕心裂肺 仿佛刘爽是什么负心女一样 刘爽被他这做做的姿态 恶心坏了 边搓手臂边不耐回对 朋友 损害我公司利益 害我差点破产的朋友 滚吧 别玷污朋友这两次 也别拿我妈来压我 她要是知道 估计得先骂你一顿 什么玩意儿 还有我和你不熟别叫什么姐姐 少恶心人 叶文冰面一僵 呼的把矛头指向我 是你挑拨离间 故意害我是不是 她恶狠狠地瞪我 一副恨不得把我生吞活泼的模样 你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还没开口 刘爽先怒了 当我的面威胁我老公 活腻歪了是吧 我老婆风度翩翩 智商超群 你算什么麻雀野鸡 也敢和我老公比 随后她转向警察 一脸严肃 我要起诉叶文斌 偷我手机损害利益的行为 绝不原谅 刘爽整张脸冷咧咧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淡漠 叶文斌这下被吓到了 脸白得像是从水里捞出来 嘴里一直喊着 不要求饶 还不断挣扎着 要祈求宽容大量放他一马 这下连警察都看不下去 一脸无语 我们依法办事 请配合 我看得津津有味 刚才那股嚣张死不认错的劲儿呢 由于刘爽坚决不私下和解 叶文斌警局之旅是必不可少的 离开前 他故意走到我面前 手里还攥着我给刘爽买的外套 当面委屈巴巴搞事情 刘爽姐 刘总 我一个人害怕 不过这件衣服在 就好像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话还没说完 刘爽扭头又是一个告状 警察同志 帮忙再加个盗窃罪 叶文斌哭到一半的脸 直接僵住 被带走时他满面愤闷 还不忘回头 给我一个恨意入骨的眼神 都还没出手打小白脸 叶文斌就自己做死进橘子 不会以为他很拽吧 我不觉好笑 轻飘飘一句 好走不送 于是 叶文斌如屋眼计般的眼珠 瞪得更突出了 等叶文斌被带走 刘爽怒气冲冲 挤进我怀里 倒水一般的把事情经过全告诉了我 原来叶文斌妈妈和他妈是十几年的老闺蜜 因为种种原因出国 前段时间才回来 从前关系不错 恰巧叶文斌找不到工作 他妈妈就热情主动揽下来 塞进刘爽公司里 反正是个无关紧要的秘书 他也就没放在心上 要不是这次总秘书有事 其他秘书都在跟进别的项目 刘爽也不会带上叶文斌 谁知道会弄出那么多破烂事 不仅耽误了公司要事 还差点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阿诚 没及时把这祸害给逐出公司 害你受委屈 刘爽抱着我不断诉苦 等着 我回去之后 就把叶文斌给开了 随后又表示 痴疑欠掌一掷 回去就设密码 就用阿诚你的生日 看他认错态度还算不错 我哼哼了两声 看你表现吧 于是接下来几天 我收到了刘爽给我买的无数礼物 各种买买买 直接把我的书房给堆满了 刘爽他妈 我那未来丈母娘也专门找到我 阿诚 叶文斌那时候我都听说了 是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我已经让刘爽把叶文斌开了 不会影响到你们 刘爽他妈感慨到 当时他也只是心软顺手一帮 没想到叶文斌会怀揣着别样的心思 他小时候我也见过 乖乖巧巧的一个男孩子 没想到长大后会成这样 离开前 他送了个礼物盒给我 打开一看 是支品种上家的翡翠玉佛 叶文斌他爸妈特地上门 说这是准备的赔礼 嘴上说是没脸见你 想让我帮忙转交 可这哪是年轻人带带的 说到底 还不过想走我这边的门路 花心思还没散 刘爽他妈摇头清泽 那这东西我更不能收了 他有些为难 刘爽他妈却说 一定要我拿着 这就是他们的赔礼 你收着一点也不虚 再说 他凑近过来 笑呵呵道 万一有机会和他们见面 发现这玉佛带在你身上 保准能气死他们 阿诚 难道你不想试一试吗 我竟然被说了有些心动了 这未来丈母娘 能处 万万没想到 刘爽他妈有改行 当神算子的天赋 半个月后 我在刘爽公司里 遇到被辞退的叶文斌 他已改先前的自负巨傲 脸色蜡黄 眼眶深陷 浑身散发着阴郁的气息 显然 拘留的那段日子不好受 因为刘爽的强烈要求 叶文斌结结实实在监狱里待了15天 即便他祈求爸妈想要求刘爽爸妈帮忙宽恕 刘爽始终咬牙不肯妥协 但因为叶文斌除了盗窃手机外 并没有做出其他实质性的伤害 所谓的商业间谍罪也并没坐实 但公司他是肯定别想待下去 从警局出来后 直接办理辞退手续 刘爽告诉我 这还只是个开始 他还申请了民事诉讼 绝对要从叶文斌身上扒下一层皮 这段时间 他几乎是驻扎在公司里处理大小事宜 全是在为叶文斌脑残行为买单 熬了几个大业 才勉强把公司稳定下来 几个大项目也顺利进行 但显然 罪魁祸首压根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再次见到我时 叶文斌眼神一瞬阴暗下来 尤其是 在见到我脖子上的翡翠玉佛 眼珠子里凳出的怒火 恨不得把我烧成灰 我能怎么办呢 当然是在他面前 多晃悠两下咯 于是叶文斌更气了 当刘爽从办公室里出来找我时 他通红着脸 眼泪不断地在眼眶里打转 仿佛我给他受了天大的委屈 可惜 魅眼抛给了瞎子 刘爽直接越过他来到我身边 看到我脖子上的玉佛 开口就是一顿夸 我老公带着就是好看 刘 刘总 再送你进去一遍 刘爽皱眉看向他 眨眼间已经点开了拨号面 叶文斌面一僵 咬着唇 我没有 那就赶紧滚 别浪费时间 刘爽冷酷回应道 那你不要忘了 今晚我们之间的约定 叶文斌欲拒还休地望了眼刘爽 眼角恰到好处地留了个钩子 我会一直等你 你一定要来 说完后 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仰着头像 支豆机离开 我 我扭头看向刘爽 还没开口 他先如实汇报 阿诚你别误会 是家庭聚餐 叶文斌的父母 说要正式向我家道歉 主动请客赔罪 说起这件事 他满脸的不悦 我拒绝了好几次 他们都坚持 还说我不去 就是不给他们面子 我又问道 所以你的决定是 当然是带上 阿诚你一起去了 刘爽偷香地亲了我一口 双手紧紧搂住不放 既然他们非要请客 不好好宰一顿 都对不起他们的诚意 说到最后 刘爽的语气明显不耐 显然是被叶文斌给烦坏了 以刘家的背景 根本无所谓 一桌晚宴的赔礼道歉 看来他是彻底厌恼了 我正好闲来无事 也不介意顺路看个戏 不过 忽想起叶文斌离开前 那得意的模样 希望再次见面 还能不忘初心 始终如一 刘爽本来都计划好了 下班后和我一起去酒店 中途我却接到了 婚宴那边打来的电话 说是菜单有误 麻烦我过去一趟 等忙完回来 已经晚了 再加上下班晚高峰 我被堵在了马路上 刘爽和他爸妈 已经到了酒店 本来也没有什么戏份 偏偏叶文斌不知道 从哪里得知我的微信 用短信发了好几张照片 好巧不巧 主人公正是刘爽和他 两人齐齐坐在饭桌前 照片中 刘爽起身淑女夹菜 叶文斌满面笑容 昏黄的酒店 灯运将两个人的身影 照得暧昧不清 身边还有两方的家长 乍一看 恍然和谐有爱的大家庭 我和刘爽姐从小就认识 有着青梅竹马的情谊 你算个什么东西 苏晨 你不会以为 刘爽姐真喜欢你吧 只不过是个闲来无聊的 调剂品而已 我才是她的真爱 照片后面 还附上了叶文斌 一大串大言不惭的话语 在她的各种描述中 似乎刘爽和他 早就情根深种缠绵交警 而我就是个炮灰NPC 看完一连串的挑衅行为 我的心情 丝毫没有任何波动 甚至有点想笑 自从经历了朋友圈 告白事件后 叶文斌的话 一个标点符号 我都不会相信 更别提我一早就知道了 这场所谓的宴会 只不过是叶文斌他们低头认错的方式 哪来的大脸 就这样胡编乱造啊 严重怀疑他脑子进水 这次叶文斌学聪明了 他发完一连串的照片和挑衅言论 又卡着时间撤回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 可我早在他有小动作的时候就全程录屏 然后把全过程发给了刘爽 不到一分钟 我的蓝牙耳机响了 刘爽打来的 阿晨 改天你陪我去上山拜佛烧香 最近一定是被晦气东西粘上了 才这样倒霉 语气那叫气氛 咬牙切齿地说 要我别挂断 转成视频通话 叶文斌戏台都搭好了 不表示点什么都不礼貌 来 老婆请你看场打脸大戏 叶文斌他家是花了大手笔的 本是唯一五星级酒店 海陆空各种名贵食材 摆满整桌 视频中 他面含笑容地举起酒杯 看向刘爽 他身边一个戴金项链的中年女人 应该是叶文斌他妈 善笑着开口 文斌这孩子这次是做错了 快 给你爽爽节好好赔个罪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可不能把这好好的情分给糟蹋了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刘爽一句回对 阿姨你说笑了 我只和我未婚夫有情分 他轻轻扭转了下无名纸上的婚戒 眼神都没瞟一下 哎呀 原来你未婚夫管这么严 连句闲话都说不得 那女人尬笑了一声 继续叨叨 要我说就得好好立规矩 你可是当大老板的 可不能让男人爬到你头上去 不像我家文斌 温和谦逊 会做一手好饭菜 能给你当些内住 好家伙 三言两语 把我塑造成控制欲强 也就算了 还把我当作叶文斌的垫脚石 不愧是叶文斌他妈 一手的绿茶 原来是遗传 场面一瞬寂静 我看着视频画面里 刘爽爸妈那当场哑然的表情 叶文斌他妈却越说越起劲 甚至连什么婚礼办在哪儿 小孩要生三个都安排好了 我们家文斌为了你 入赘都行 不过孩子得跟着我们老叶家性 毕竟我们就文斌 一个独苗苗 香火不能断 不过呀 该有的礼数不能少 刘爽啊 你现在都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板 彩礼要是少于五十万 那就掉价了 就是就是 还有房子啊车子的 叶文斌他爸连忙负贺 都是一家人了 名字得加上 两人三下五除二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这一唱一鹤的 不去街边卖艺都可惜了 视频的角落里 刘爽爸妈的脸色 已经不太好看了 吃绝户的想法 直接甩一脸 对面却浑然不觉 一眨眼的功夫 连孩子满月酒都安排好了 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 且刘爽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种话就别说了 顾念着多年的友情 刘爽妈妈很是委婉提了一嘴 暗示他们别继续下去 可叶文斌一家 却越说越带劲 尤其是叶文斌 眼睛一转不转看向刘爽他妈 阿姨 你不是说喜欢我吗 要是我做了你的女婿 一辈子相处不好吗 刘爽妈妈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刘爽已经是忍不下去 他把手里的酒杯往桌上一甩 起身冷生 我不是兽医 脑子有坑 就去医院治 不给叶家人辩驳的机会 他直接把我刚才发的 视频证据公开 这下刘爽爸妈的脸变了 尤其是刘爽他妈 看向叶文斌的眼神 已全是厌恶 叶文斌彻底慌了 他似乎没想到 我会录下证据 知无了半天的 这是假的 我们也说过这样的话 是苏晨他故意陷害我 下一秒 他又患上了委屈的表情 垂着头 身体不停地颤抖 我当初是做错了事情 可不能也不能随便冤枉啊 我现在心好痛好难过 他摇摇晃晃地抽气着 一副胶肉无力 快要晕倒的小白脸模样 叶文斌他妈 赶忙上去把儿子抱住 我可怜的文斌啊 他掉头摆出长辈的姿态 数落起刘爽 不是阿姨说 文斌是男人 你个女孩子家家的 这么嘟嘟逼人 一点也不像话 就算文斌真的错了 你也该让着他 三从四得懂不懂啊 也就文斌能忍受你这脾气 叶文斌撇着嘴亲哼一声 小眼神时不时 往刘爽身上描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被扎得小可怜 阿姨 知道的叶文斌是你儿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拉皮条 刘爽白眼一番 我有老公 不用你操心 你怎么和长辈说话的 叶文斌他妈怒了 可话还没说完 刘爽他妈站起来 看着昔日闺蜜 一个字 滚 叶家人直接傻眼 阿芳 你这是 我是真心把你当好友 你就是这样回馈我的 刘爽他妈满脸愤怒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根本就把我当傻子糊弄 一个劲的数落阿诚 阿诚怎么了 他就是我心中的最佳女婿 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就算全世界男人都死光 就剩下你儿子 我也不会答应的 就是娶个女人 回家我也没意见 刘爽 一盘默不作声的刘爽爸爸竖起大拇指 屏幕外的我直接海报式鼓掌 最后 在刘爽他爸温和不失强势的笑容下 叶文斌一家挥不溜秋 低头不敢喘息 刘爽带着他爸妈扬长而去 我很遗憾 来的路上特地上网 紧急培训了骂人语录 都还没好好发挥过 但依旧有我发挥的空间 那天 刘爽光顾着离开叶文斌那个晦气玩意儿 完全把手机给忘在了包厢里 以至于我听到了叶家人后面大半段的算计 也就彻底明白了叶文斌为何如此执着于刘爽 叶家当初国外一句做生意 这些年亏了大半 还欠下了高额债款 急需冤大头来接盘 因此 看着人傻钱多的刘爽 就成了他们计划中的大肥羊 我甚至还听到了他们打算通过造谣来破坏婚礼 这能忍 恰巧我有亲戚在税务局工作 稍稍打点两下 叶家国内为胜不多的资产急速锐减 而当叶文斌被逼和六十老奶联姻挽回家产时 我正穿着西服单膝跪地向刘爽求婚 嗯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